下午的2点33分 2017中小企业 新创事业奖创新研究奖 小军人奖 在台大医院会议中心举行 2017年联合的领奖决明 由警戚部次长沈军荣主持 现在主持人的开展奖 现在介绍贵宾 现在介绍贵宾 首先为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大会主席 主办单位经济部 沈荣金沈部长 谢谢部长 感谢您今天又要为我们参加 沈荣金沈部长 以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吴明基吴处长 谢谢部长 吴明基吴处长 中小企业处的处长 与苏文明处处长 苏副处长 以及执行单位 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 王振宝领处长 中小企业总会的 王总领处长 广车会的刘理事长 以及台湾中小企业银行 周灿黄总经理 欢迎总经理 台湾企业银行的周总经理 以及我们的新创事业奖连一会 简制元会长 新创连一会的简会长 创新研究奖连一会 郑永云会长 创新连一会的郑会长 以及小巨人奖连一会 陈万来总会长 小巨人的连一会总会长 以及我们新创事业奖 创新研究奖 以及小巨人奖的评审委员群们 欢迎各位 劳苦功高的评审委员群 还有评审委员群 现在介绍贵宾后 欢迎部长